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 終於啊是要回來玩這個遊玩的惡魔殺手 那今天呢還是昨天啊終於是出了這個更新檔 就出了這個新的活動 貝斯蒂亞的假期啊 那這一整個畫面呢就跟上次的櫻花活動是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吧然後好像就是把他的櫻花 換成了這個貝殼 然後每日任務一樣是可以獲得這一些骰子 那只是不知道這些 任務呢是不是還有一些bug 就是可能就切回去然後掉到首頁再回來 然後整個進度就會被刷掉 不過這個一些他們的實裝到活動結束的話 應該是跟上次櫻花活動一樣 可以兌換成 可以用我們的鑽石做兌換 那我們今天呢就先來看一下他的這些 實裝 那這次跟上次一樣是出了兩個 那一樣是一個是長得比較帥一點的 地獄起劍士的盔甲 那他呢主要的套裝效果呢是可以提升我方的這個 第四招吧這個大招的傷害量提高 然後下方的劍客架起 應該是比較苦手的一個裝扮 然後他這個技能解釋呢是可以 最重要還是這個三套裝啦 有15%的機率可以添加3秒計時器 應該就是你打王的時候他就可以多添加3秒的 這個打王時間 然後其他的這種弓箭手套裝也都是差不多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弓箭手應該還算是裡面 最好看的 要不然大劍好像有個眼睛被蓋住了 變成一個獨眼劍士啦 那他的這個 這個苦手的泳裝呢 也很好看啦 很像一個海盜水手的樣子 而且的話他的這個 弓箭手套裝應該也是 最符合我們的弓箭 要不然上次自從弓箭改落之後 弓箭好像就比較少人在玩 那他這一次的話 特別加強了他這個突進導向箭手 有20%機率增加3秒計時器 那其他的這種突進P感 只有15% 我們的弓箭手特別多增加了額外5% 那我們又知道弓箭手的一技能是非常的快的嘛 所以的話這樣導致下來可能就會讓我們的 打王時間 可能直接變成無限喔 變成無限時間在打王喔 這應該算是特別稍微強化一下我們的 弓箭手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繼續看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我們的 短箭喔 短箭的話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跟那個 大劍一樣是被弄成毒眼喔 然後這個頭盔感覺 有點像瀏海嗎 這個是瀏海還是什麼 反正覺得 還蠻帥的 至少比之前的都還蠻好看的 不像上次的櫻花是一個頭凸凸的帽子 感覺比較笨重一點 不過感覺他的身體 可以再弄得怎麼樣感覺比較和諧一點 不過這個還是蠻好看的 再來呢他的海劍式頭盔 這是一個潛水源的 樣子 然後我個人覺得的話我們 短箭的話要換實裝的話應該就是先換我們上面這一招 他直接可以讓我們的引爆標記的傷害 提高20% 不過他這裡特別標注什麼引爆標記跟引爆標記 1跟2喔 所以的話他的意思是說是強化第一招嗎 不強化 這種 加了卡片的強化效果的2招嗎 這個不知道 好嗎 還是說 不清楚耶可能之後要再測試一下才知道 好那最後的話是我們的法杖 我們上次的法杖 那個櫻花是裡面最好看的 那這次的話感覺也 也還蠻不錯喔有這種 飛火這個 飛火龍的嗎小火龍的感覺 變成一個烈獄死者 他的這個 度假帽 這個上面還是有點小花 然後上面弄個聖誕 也是蠻好看的 不過他的這個冰封球的話 可能就要先換我們下方的這個比較有效 那如果你要好看的話但是先換上面這個 因為冰封球法師的冰封球好像的 那傷害是非常低喔基本上就可以當作是沒有傷害 來看 所以的話如果你要 變強的話應該是要先換我們下方的這個 不過不用擔心啊這些應該都是會 後面都可以直接用鑽石狗嘛 然後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這個 是用我們的貝殼去換寶石 不是用我們的寶石去換貝殼啦不要不要換錯 要不然這樣換下去的話其實 還蠻虧的 因為他這裡是只要1000的他就可以換一套實裝嘛 那後面的話要買好像是要花 13500嗎還是多少有點忘記 你大概算一下應該 可以吧 欸 還是說要換 算20倍這樣算 8000喔這樣還是不法算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把它存長 那他的這個也是跟上次一樣都是跑這個大夫 那跑下來的話應該是跟上次可以換個 可能可以換個兩套左右差不多吧 看他之後會不會再補償些什麼其他的 然後其他這種我沒有講的更新呢 就大概是一些小更新啦 主要跟我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們的這個 獎金寶豬肉 他原本以前是沒有上限的 所以我個人是直接把他全部都囤著 然後一次都可以拿到58.6萬的 寶石喔 非常的賺 那不過他這次改了之後他就只能夠變成最高 就你只能夠存2000啊就是只能夠換到 500個 欸就只可以換到10000個這個寶石喔 算是虧蠻多的 不然我現在應該也是可以存到快要蠻多的 那在這種這段期間呢我也是 可以說沒做什麼事 因為他也沒什麼好更新嘛就稍微把這些 裝備 我有多花一些鑽石去把我們的裝備給抽一抽 抽一抽把我們的武器呢升一升然後把這些稍微洗一下 大概都洗到成這樣 都加一些攻擊力爆傷還有技能傷害 這三個都輪流吧反正 可能要刷到真的要到頂的話 還要到 花蠻多的這個閃子 先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的話看一下 他這裡的精靈呢 精靈 應該是探險這裡 他探險這裡 會多了一個直接讓你全部一劍派 我個人感覺這個非常的方便 看一下我們的任務 每周任務這邊有一個零取獎勵 但就不用一個一個再去點 這個方便很多 然後接下來的話 元素 我們精靈的元素 也是 稍微強化了一下 然後有人就可能發現說可以 把我們的精靈 弄成一個這種 恢復流 我們就是主要靠我們的想像 普通攻擊時可以隨機發速 一道澳數光速 然後最多可以造成這種各十百千萬 21萬趴的 HP恢復傷害 不過這個還是比較困難啦你就需要弄到 這個精靈都是想像的 然後把剛剛我 展示出來這些超凡效果 都 換成這種 比例恢復發速 那這樣來說可能 而且弄起來還不一定會比我們現在弄得還要強 那就看你們自己怎麼覺得 你們想要嘗試看看也是可以啊 就當作另外一個流派試試看玩玩看 然後剩下的話應該就沒有什麼吧 就是我們的商店也稍微更新了一下 變成了這個樣子 就比較有一點整齊的分類的效果 不過他把這個為什麼要叫船票我是不知道 然後怪物卡片在這邊也是可以直接抽 精靈的話也是在這邊喔 然後貨幣啊寶石 那我這邊也是跟大家來抽一下這個好了 看你會抽到一些好的 SS級裝備啊 來三個 三個都S 四個都S 五個都S 那六個呢 六個都S 七個 七個都S 那這個不是 貨嗎 好嗎 那好嗎 我們稍微罵他一下 總算是出了一個SS喔 那接下來第九個 法師之帽 重型之弓 這個好像是我上次抽這些裝備 沒有領的這個 要出這個SS真的是蠻困難的 出一堆這種S級的 然後怪物卡片這邊也稍微跟大家領一下好了 這個我是怪物卡片師也都沒有什麼在抽啦 就大概有空的時候來看一下 好這個卡片中SS倒是中的蠻勤快的嘛 三星的老奶奶 那接下來就變S了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優偉的暗門殺手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晚上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